女子圍著玉境神色慌張 重出家門 後方男子則是一臉鎮定 鑽進肖巷子逃逸 網友初次見面 原本以為是戀愛ING 沒想到對方居然拿到威脅 當天晚上 成熙男子提著一帶宵夜 在女子住家門口徘徊 等對方開門後 隨即進到屋內 先向成熙女子表示 天氣好熱 想先洗澡 沒想到十分鐘後 拿出一把折疊刀 威脅被害人把衣服脫掉 錢交出來 成熙女子嚇得包著玉巾 逃出家門求救 該名女子告知 是請男生聲音小一點 然後她先借機把門關起來 以免吵到隔壁鄰居 那女子趁機 就是直接跑下樓來報警 事發在新北市盧州三明路一處民宅 外觀看起來相當老舊 套房主要用來出租 因為價錢便宜 房客流動率高 出入人口也較為複雜 都是租的 這邊都是租的 我經常看到都是不一樣的人 他們出動戶的 對 被害女子一時沒有防備 隨便讓第一次見面的網友 進到租屋處 差點被劫財劫色 警方也已經通知 陳姓犯嫌 道案說明 要釐清詳細的犯案動機 記者周天杰坦克蒙新北市採訪報導